人死后就一定是终结吗? 人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人死后会去哪里呢? 从古至今一直都传言, 人死后,好人去天堂享福, 坏人去地狱受罪, 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死后的世界, 而且活人也无从得知, 那么人死后有灵魂吗? 人死后真的会去到阴间吗? 下面我们一同走一遭 一,人死后所走的路, 人死后会有阴间的不快, 也就是黑白无常把你带到鬼门关, 再由阴间的两位使者, 也就是牛头马面把你带到阴曹地府 接受阴间大法官、石殿阎罗的审判, 最后决定你是投胎还是去天堂 享福役或者是去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去受苦, 相传人死后过的第一关就是鬼门关, 之后便走上了黄泉路, 两边盛开着彼岸花, 在路的尽头有一条望川河, 望川河上有一座奈何桥, 在桥的对面有一个望香台, 旁边还有一个孟婆亭,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喝上一碗孟婆递过来的汤, 喝了之后便会忘记一切, 在望川河边还有一块三生石, 记载着每个人的前世, 今生和来世, 最后在望香台上看人间最后一眼, 便进入阴曹地府, 看完了上面的这些介绍, 现在应该知道人死后会去哪里了吧, 没错就是去阴曹地府, 二、转世投胎的必经之路详解, 一、鬼门关, 相传人死后灵魂出窍, 黑白无常就会来带走你的灵魂, 交由牛头马面带至鬼门关, 也就是鬼国的必经之路, 鬼门关前有十六大鬼, 传说阎罗王专门挑选了一批恶鬼来镇山把关, 对每一个到来的亡魂野鬼进行盘查, 不让任何一个蒙混过关, 无论生前是什么身份, 到了这里都是一视同仁, 拥有鬼国通行证, 陆尹才能够通过, 陆尹长三尺, 宽两尺, 是用黄色的软纸印作的, 上书为封都天与阎罗大帝发给陆尹和普天下人必备此隐, 方能到地府转世升天, 同时, 陆尹上面盖有阴丝城黄, 封都县府三个印章, 凡是人死后入殓或火化石烧掉它, 就会随灵魂来到地府, 二, 黄泉路, 过了鬼门关, 接下来就是一条长长的黄泉路, 人的魂魄到阴间报道要走很长一段路, 过很多的关, 因此, 黄泉路可以是对这些关和路程的总称, 也可以单指这条名叫黄泉路的路, 在黄泉路上有火红的彼岸花,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血索铺成的地毯, 有阴其红的似火, 而被誉为火照之路, 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与色彩, 人就踏着这花的指引通向幽冥之御, 人的阳寿到了就会死, 这是正常的死亡, 正常死亡的人首先要过鬼门关, 过了这一关人的魂魄就变成了鬼, 另外, 黄泉路上还有很多孤魂野鬼, 他们是那些阳寿未尽而非正常死亡的, 他们即不能上天, 也不能投胎, 更不能到阴间, 只能在黄泉路上游荡, 等待阳寿到了后才能到阴间报道, 听后阎罗王的发落。 三, 三生石, 奈何桥边有块青石叫三生石, 石身上的字鲜红如血, 最上面刻着四个大字早灯彼岸, 传说它记载着每个人的前世, 今生和来世, 前世的阴, 今生的果, 宿命轮回, 缘起缘灭, 都重重地刻在了三生石上。 千百年来, 它见证了云云众生的苦与乐, 悲与欢, 笑与泪, 该了的债, 该还的情, 三生石钱, 一笔勾销。 四, 旺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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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孟婆和石头所在的土高台, 是在桥以前的, 而不是在桥之后。 旺乡台又称, 思乡岭, 在这里, 可登台眺望, 杨氏家中情况, 于是这里成了鬼魂遥望阳间的窗口和活人与死人联络感情的圣地。 传说人死后, 一天不吃人间饭, 两天救过阴阳界, 三天到达望乡台, 望见亲人哭哀哀。 鬼魂去地府报道前, 对杨氏亲人十分挂念, 尽管鬼族严催怒斥, 还是强登望乡台, 最后遥望家乡, 大哭一声, 才死心塌地前往阴曹地府。 正是望乡台上鬼仓皇, 望眼睁睁泪两行, 其而老小微就策, 亲朋几几聚灵堂。 望乡台被传说这亡魂最后一次向杨氏亲人告别的地方。 又传说, 阴间望乡台建造甚齐, 上宽下窄, 面如弓背, 背如弓弦平裂, 除了一条十几小路外, 其余尽是刀山剑术, 十分险峻。 站在上面, 五大洲, 四大洋都可以望见。 世上有一种要叫龙眼草, 它能使垂死之人不死, 但却不能死人变火。 五, 望川河, 又名三图河, 横在黄泉路和冥府之间, 河水呈血黄色, 里面尽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虫舍满步, 腥风扑面。 当然, 为了来生再见今生最爱, 你可以不喝孟婆汤, 那便需跳入望川河, 等上千年才能投胎。 千年之中, 或会看到桥上走过今生最爱的人, 但是言语不能相通, 你看得他, 他看不得你。 千年之中, 你看得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奈河桥, 喝过一碗又一碗孟婆汤, 虽怕他不喝孟婆汤, 却怕他受不得望川河中的千年煎熬之苦。 千年之后, 若你心念不减, 还能记得前生事, 便可重入人间, 寻找前生最爱的人。 六, 孟婆汤, 孟婆汤又称望情水或望悠散, 一喝便望前世今生。 孟婆一般在奈河桥头发放孟婆汤, 而不是桥上给人发汤的。 每个人都要走过奈河桥, 孟婆都要问是否喝碗孟婆汤, 要过奈河桥, 就要喝孟婆汤, 不喝孟婆汤, 就过不得奈河桥, 过不得奈河桥, 就不得投生转世。 一生爱恨情仇, 一世扶尘得失, 都随这碗孟婆汤 遗忘得干干净净。 今生牵挂之人, 痛恨之人, 来生都形同陌路, 相见不识。 阳间的每个人在这里 都有自己的一支碗, 碗里的孟婆汤 其实就是活着的人 一生所流的泪, 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 都会落泪, 或喜, 或悲, 或痛, 或恨, 或愁, 或爱。 孟婆将他们 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 煎熬成汤, 在他们离开人间, 走上奈河桥头的时候, 让他们喝下去, 望却活着时的 爱恨情仇, 干干净净, 重新进入六道, 或为先, 或为人, 或为处。 七, 奈河桥, 关于此桥, 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 一种叫做奈河桥, 另一种叫做奈河桥, 过奈河桥头, 一去不回头, 桥分三层, 上层红, 中层玄黄, 最下层乃黑色, 欲下层欲窄欲加凶险无比, 生食行善事地走上层, 善恶兼伴的人走中层, 行恶的人就走下层, 河里面尽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 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 为自己寻找替身者, 以便使自己能够脱生而转世。 走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 拖入污浊的波涛之中, 为铜蛇铁狗咬事, 受尽折磨不得解脱。 过完奈河桥便可通往六个去处, 即是进入六道轮回, 天人道、修罗道、 人道、畜生道也叫旁生道, 恶鬼道、地狱道。 其中,天人、阿修罗、 人道属于上三道, 而畜生、恶鬼、地狱则属于下三道。 至于去哪个道, 是根据亡灵生前所做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 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 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 这里要注意的是, 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并不通用于所有人, 因佛教中修行之人如果功德圆满的, 命中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 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 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因业力牵引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 人生短短不过三万天, 希望看到的朋友, 珍惜生命的时光, 爱所爱的人, 做该做的事。 来生又是一片清白, 今生切莫留下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时重点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